谢谢 今天老师其实还带了一个愿望到这儿来 是吧 是与我们拍卖环节是有关系的 对 但是拍卖之前 老师 您不是还有礼物呢吗 对的 我今天 你高兴吧 这正事都忘了 我差点忘了 我应该一上来就把这个礼物应该送给土蕾的 什么 今天我知道土蕾他说 今天我也带来一碗礼物 谢谢 送给土蕾 谢谢 非常感谢 这像龙 小龙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老师说说今天带来的愿望 对 医师说一说 好的 大家好 因为我当我家庭最困难的时候 我靠这个一拉罐手印养活了全家 其实这个舍线还是由我的爱人帮我舍线的 他到市场上面卖了十七年 而且卖的时候 专门卖我今天带来的这些生肖 而且他在市场上面 美国人很喜欢的 所以说我今天通过今天这样一个机会 我想圆我爱人一个梦 让他到美国去一下 去看看 去看看 这个梦是通过今天拍卖某件作品来完成是吗 基本上能这样一个出的梦 今天太太来了是吧 今天我太太也来了 又一直拿着话筒的那位 您好 您就要自我介绍 您看着好年轻 您也五十六吗 我十七 五十 你小多少 我四十五 小十一岁 比我老公小十一岁 娇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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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贵姓 我姓徐 姓徐 您就是那个负责在市场上帮他 这个打理摊位的那位是吧 是的 怎么眼眶就红了 这些年来不容易啊 在城隍庙门口是吧 对 您跟我们说说 最苦的时候是怎样的呀 最苦的时候 我收来的一拉罐又要剪 剪好了 我先要洗 洗好了老公就做 做好了我们还要 倒是标好框 卡子 卡子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对的 比较好框 供需很多了 结婚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对的 跟着这个男人用一把剪刀养活全家 对 刚才他说你的 你的一个愿望是想出国看看 因为我感觉就是把这个废品 做成这样的工艺品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 都感觉很惊讶 这么简单 这个垃圾做成这么好看的工艺品 我就感觉很骄傲 这个男人除了会用剪刀剪铝 他会说浪漫的话吗 基本上不大会 他说过我爱你吗 偷偷地会讲过 上海话说我爱你你怎么说呀 我爱你 来就当面说一声 用上海话说一段表白的话 二十多年少得不容易 对的 我二十多年地球来讲 其实手艺我是好的 但是外面的打理声音 还是我爱的 所以我有时候也偷偷地跟他讲 我老婚姓了 我老婚姓你 在今天洗衣化 真的我老婚姓了 谢谢